这个视频我们要讲的是货柜运输 货柜运输又称集装箱运输 它是指把货物装进这个货柜或者我们称之为集装箱 通过陆路、水路、航空的运输方式联合运送到这个目的地 这就是货柜或者我们称之为集装箱 它是由体间植氢和耐用的铝合金、钢等材料做成的 制造这个集装箱的成本很高 而这个集装箱它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根据这个国际标准组织的规定 这集装箱宽和高为8尺 长可以20尺或40尺 而国际贸易常使用的这个规格是8尺乘8尺乘20尺 和这个8尺乘8尺乘40尺 我们来看看这个货柜运输的优缺点 同学请记得这个货柜运输的优缺点指的也是这个货运输的特征 先看它的优点吧 第一,它具有储存和保护商品的功能 因为它的这个制造这个货柜的这个材料 是非常坚固的 可以保护呢里面存放的这个货物 降低货物损毁和遗失 货柜的这个装箱搬运呢是机械化的 也就是用这个重型机械呢去这个搬运这个货柜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装箱搬运的这个次数比较少 有助于节省这个运送时间 包装和这个人工成本 这全部的这个货品呢都塞到这个集装箱里面呢 我们就不用去这个小量包装 那么呢可以节省这个运送时间 也节省这个人工 而且呢它是以这个海陆空连运作业方式 这个运输的 也就是说这个海运啊空运啊 还有这个陆路运输呢联合起来 使其能够提供这个延门运送的这个服务 也就是说呢 它先以这个海运或者是这个空运呢 进行这个长途运输 当它到达这个目的地的港口或者机场的时候呢 我们就改用这个公路运输 所以呢它可以提供这个延门运送的服务 已经得到这个国际公路运输证的这个货柜呢 它不需要在沿途国打开检查 在它到达这个目的地国的时候呢 当地的海关会打开检查 这样可以简化海关的这个文件处理 也可以节省这个船运公司啊海关局和收货人的这个时间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货柜在运输的这个过程中 不管它经过多少个国家 这些沿途国家的这个海关呢 都不会去打开这些货柜来检查 只是当这个货柜到达目的地国的时候 目的地的这个海关才会打开检查 这样可以节省各方的这个时间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货柜运输的这个缺点 第一它不适合装在液体和这个易燃物 第二这个运输过程中 很难求证这个货物损毁的责任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要坏了 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很难去求证 因为这个货柜运输呢 它是以这个海陆空联合起来运输的 而且呢经过各个沿途国的时候 都没有打开来检查 所以当它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 一打开发现有东西坏了 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在哪里发生的呢 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第三个缺点呢 就是这个投资本财 那么需要购买相关的这个设备 和这个货柜起重机 还有这个擦行升降机等等呢 才能这个运输这个货柜 因为它的这个体积很大 而且也很重 这是人力呢办不到的 一定要利用这一些这个机器设备 那么最后呢 这个货柜呢 它需要这个训练劳工操作装些货柜的这个机器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国际公路运输合约的这个五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货物应附带企运国所签发的国际公路运输证 以此作为在企运国 沿途国和目的地国的这个海关控管平均 第二 地约国应保证以海关封制加封之后的货柜 受到任何猜撬都将清晰可见 这样做的这个目的是想要确认一下 它在这个运输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被打开过 因为如果被打开过的话 里面的这些货品呢 很有可能也会出现一点变动 第三 货柜上锁前必须经过企运国的海关人员检查和盒子 第四 如符合国际公路运输合约的规定 海关呢 就会签发这个国际公路运输证 最后 以锁上的货柜经过各国不需要再次被打开检查 在这个货柜运底最终目的地时 当地的这个海关人员会打开检查 当这个货柜被打开检查的时候呢 那个封字加封呢 就会被破坏 当这个货柜呢 运送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 在这个当地海关打开检查之前 如果它的封条是完整的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呢 它在这个沿途国并没有被打开过 所以呢 里面的货物呢 从企运国一直到目的地 都是没有变动的